每年中秋节前后,在中国南方的广东、福建、江西等地农村都有烧塔的习俗。 10月2日晚,这项传统的民俗活动就在福建省霞浦县长春镇赤沙村精彩上演。 下午3点,赤沙村海堤盘,几位村民在忙着备料、契装、垒幕制作塔。 村民刘青海一边契装一边向记者说起了他们村烧塔习俗的由来。 刘青海告诉记者,塔的材质依据地域, 有所不同,常见的有稻草、竹、木、庄、瓦等。 瓦塔形状有圆形塔、方形塔、多角形塔等,且各有其吉祥寓意。 赤沙村做的这个大塔,塔高5.6米,塔身上窄下宽,呈圆锥形。 塔底部直径2米,塔身内部叠满了木材。 当晚八十许,在一阵礼花生中,烧塔正式开始。 村民点栏了事先架设在塔里的木材。 没多久,整个塔身被烧得通红。 火焰时而创出塔身,时而创过塔顶。 周围的群众发出阵阵欢呼声,场面热闹壮观。 这烧塔的意思是,诸贺我们的村的一夜花达,人民幸福安康,事业红红火火,亲朋好友平平安安。 这是我们村的一个习俗,作为我们年轻人,要把这个习俗继续传承下去,发扬宽大。 据传,烧塔起源于元朝末年,汉族人民反抗常暴统治者,于中秋起义时举火为号,后来慢慢演变为烧塔习俗。 人们通过烧塔表达收获的喜悦,祝福生活像烧塔的火焰一样,红红火火。 作丝宝 作丝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